HELLO NIAHOLO 我是NOOS 今天的話我們來繼續進行這個王朝模式 那我們今天所要玩的這個球隊的話 就是我們印第安娜的六馬隊 在12月9號 六馬隊在主場以122比102擊敗了尼文尼克隊之後 六馬隊到底有沒有要把整個球隊重建呢? 其實在外界的眼裡還是未知數 因為現在六馬隊的總教練卡萊爾 找來了Sabonis、Brockton 跟卡羅斯拉貝爾這些球員開會 然後在其中強調並沒有打算重建 但這個到底是還兵之際還是煞有其事呢 我們目前為止還是沒辦法得知的 那如果我們以一個球隊居院的角度來說 我們肯定是要在這個時間點就準備重建的 因為我們肯定是沒辦法打進東區的總決賽了 那我們幹嘛這麼的堅持呢是不是? 我倒不如把球隊一些正宗主力拿去做交易掉 然後獲取去換來一些未來的新秀球員 對我來說應該會是好的事情 如果各位是第一次看我們這個影片的話 請按下方訂閱並且開啟小鈕 誰都分享這部最新的影片用態點 也可以加入我的頻道會員解釋更多福利唷 好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整體的陣容 包含了Milco Brockton、Karsh Lover、DJ Warren、Sabonis 以及Miles Tanner 本屆的13數位新秀Chris De'Ante 長軍拿下13.1分 長軍拿下13.1分 4.1次的籃板 2次助攻1.1次的超級跟0.1次的火鍋 整體而言會是一個不錯的替補球員 所以在這個情境之間的話 我們會把De'Ante當作未來的一個主要核心球員 那內線的部分的話 我們先把Sabonis試著拿去做交易看看 看一下他會用什麼樣的交易案來做 ZACK LAVIN 這個會不會太狠 欸我得說這個有點狠 就除了ZACK LAVIN這個比較鬼之外 其他我都覺得還好啊 那倒不如我們就直接尋求一個傳聞中的交易案 那我們來交易看看這個 我們把James Wiseman、Kaminga跟Kavon Looney三個人交易過來 我自己覺得勇士隊不會想要放Kaminga 但是如果我們是以六馬隊的一個想法來說的話 我們肯定是會想這樣要的 看起來是有點機會的 這兩個人我就不管啊 Martin跟Wandamaker這兩個都是交易匹配包啊 難道要給三個手輪嗎 這樣值得嗎 我們看兩個手輪 哎呀不要 好啦三個手輪給他啦 還是要七個省我不想給欸 我覺得這個太狠了 我懷疑在勇士隊就想搞我你知道嗎 我為了讓今天影片能做得下去啊 我連我狀元籤我就拉掉好不好 把你們量快去啦 氣死我 欸你要知道這件事情 我剛剛真的是心裡多麼不爽你知道嗎 我們真的是平白無辜幫勇士隊又衝了一把雞血啊 真的是他媽的欸 我這遊戲這樣玩的是不是 欸我們現在什麼屁都沒有了 那Jeremy Lambert這個一定要交易掉的啊 他本身已經表現太牛逼了好不好 好啦這個算是我們為數不多 可以算是比較好的一個東西了對不對 如果我們要以未來為主啊 那我們要把當給Robinson要過來啊 我們不虧啊 我們要當給Robinson不虧啊 哇現在真的是 我給勇士送價一欸 真的是RMark大西瓜欸 我把選秀錢都給了 啥都給了 我還會被他們恥笑一頓你知道嗎 我要相信我自己的判斷啊 我要相信Kominga加Wateman這兩個人未來一定是拿上這個先發都沒問題的球員 Kolliger這邊我要把他開除掉再把他拉回來 你要以比較低的薪水進來好不好 共體時間你知道這四個字怎麼寫嗎 好我相信我的陣容一定是可以有沒有 可以下去的陣容啊 哇 走上台區打4號位 欸他打4號位好猛喔 這長80平分是怎麼樣 好啊好啊好啊 那很好啊 我們就直接來到記中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這個鍛鍊成果是怎麼樣吧 好現在的話我們來到2月10號啊 我到現在目前為止啊 我心裡還是非常難受啊 我們把那個許候犬給了勇士隊之後 我們到底還要打什麼是不是 不行啊 我們要把這個東西要回來啊 麥要是蹭了 我們不能沒有做許候犬啊 今天沒有那選用權我到底是要玩什麼 我真的是把老婆送給他 還在他的保險套上面戳個洞你知道嗎 雙喜臨門欸 好好好要重建大家一起重建啊 要搞大家一起搞啊 我要換就換個頂級封線啊 我不要踢得摩倫啊 我把Tunner加上Lavarici出去啊 換住他了對 我覺得沒大必要欸 他有點衰老啊 那Oneo呢 Oneo拿的是一個不錯的一個選擇啊 換侯騰塔克啊 可以啊 怎麼會有一個 新秀臉的卡姆拉Anthony 你剛剛嚇到我了你知道嗎 好換了卡姆拉Anthony可以啊 換了卡姆拉Anthony這樣挺好的啊 怎麼他們一來全部就直接上先發了 是怎樣 TZWR表示你他媽 今年就先這樣子吧 反正我們也沒有選用權了 那今年真的是給金總勢隊送價一啦 勇士球迷還不按讚訂閱分享 啊今年勇士隊應該總冠軍沒什麼問題啦 我至少在這把把他賭奶掉好不好 賭奶掉 爽啊 賭冠軍不能對拿總冠軍 沒有沒有我是很愛勇士隊的 我是很愛勇士隊的 我只是單純對於他拿了我選用權 然後又在跟我細皮笑臉這件事情 表達不爽之外呢 其實我沒有什麼太大的疑問 第九順位還可以還可以 第九順位我心裡感受的還好一點點 今年真的要做一些交易案啊 我們跟賭博士會用隊換這個好了 我們換一個BAN 但是我們一定要跟他多要兩個選用權 這不要不行啦 感覺我們這樣換我是虧的 啊這樣子可以接受啦 就至少只是把2025的選用權給大家而已 來看看擺帳機可以選到什麼 他幫我選喔 來看第二次是不是 他幫我選這兩個我覺得不一定比較好 這兩個人感恩起來 換這些感覺有料喔 還是我們要信他一把 算了我想要信他們兩個一把好了 這邊要跟BRACKEN真的佔我們太多薪資空間了啦 真的得送他們下去啦 哇直接換馬術隊兩個選用權 再換DUNKRAMISTON再加一個選用權 直接清掉這麼多薪資空間 這表示什麼我可以要JAMS TARDEN了 欸 欸沒有不一定喔 搞不好要的到 哎呀不行啦 我感覺下一個頂心他都很難要來 沒事沒事我們試試看 加KROVING可以啊 頂心要看看啊 哇這邊直接要KROVING加上VALANCHUNAS的嗎 他是不是會幫我直接選擇那個啊 他是不是有那個自動化說會直接幫我牽誰啊 這我不要欸 VALANCHUNAS我們就可以不用CAMALUNY是沒有問題啦 好啦我們這樣子要其實可以接受啦 首先自由球員還是問看看啦 反正他願意來就來啦 他不能來就隨便啦 這肯定要不來的啦 DUNKRAMISTON想來他也肯定不會 欸他今天來了 哎呦原地起飛我的媽 我真的是天無絕人之路啊 今天勇士隊弄死我 有沒有其他人就幫我送溫暖 有沒有這就是這個遊戲的奧妙之處啊 欸KROVING還沒有那個被抓掉 那我要也要他好了 也好啦反正如果沒牽他的話 他也是直接下去啦 好啦 今天來看一下HEROVING上升一點 把藍圈圈下降一點 哎呀其他球員都有上升 好我們的正宗應該是可以了啦 我看一下我們正宗缺什麼類型的球員啊 控球會不會兩個 CARS LEVEL有 我們一堆二號位 那這樣看起來應該是缺個搖擺人吧 那我們就去交一些搖擺人 好我們要AVDIR好啦 因為在於說我們其實 呃...新修應該練乃也算蠻快的 他這樣這兩個一起出來我就覺得不用啦 好啦我們就跟他這樣換 好我們現在這個陣容感覺起來 只是心情不是那麼好啊 但是陣容上應該是還可以的啊 今年我們 啊!! 哇!! 洞區前幾名 這事情你敢信 現在來到2月15號 今年真的沒看懂啊 大家是怎麼齊聚一堂 然後新連新的 我怎麼就沒看懂呢 難道是我們的Irving 他感受到這個神明的召喚了嗎 好啦我們今年看起來 Valanchenas可以離開了啦 你不是有人請你離開 雖然我覺得他其實 價值上還不錯啊 因為他只有1100萬 怎麼傻屎都可以換卡片啦 每次都要 可是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欸 一方面我們要來一個未來的新秀 那一方面我們這個陣容 看起來又會比較舒服一點 雖然我覺得Aaron Golan這個位置有點卡 就是說實在有點卡 但也就這樣嘛 對啊這樣我們Ysman就可以上來啦 是不是 你看我們這樣替補多舒服啊 這個惡政說實在也不差欸 只是我們這邊要打十人輪替啦 替補要控球有控球 要守防有守防 要3D有3D 要小球也有小球 啥都有啦 這樣我們真的就是現在未來 一路打通啊 而且我們暫且也不需要 擔心這個續約的問題啊 我們頂多覺得明年怪怪的話 我們就把Aaron Golan給交易掉啊 因為其他球員都是那種什麼 三四百萬那種比較低薪資的球員啊 對啊這就是我說的啊 來今年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我們在分區能不能有一個好的結果吧 哇我們今天直接一路掉到分區第九名 那我猜 但我覺得這也是試煉之一啊好不好 哇Aaron Golan果然不意外啊 他又在搞事情啊 我覺得今天這支影片只要能贏藍網的話 我們今天也算是功能圓滿了你知道嗎 唉唷 這有機會的喔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吧 好現在來到最後的三分二十秒 目前84比84 Weissman 面對Stan 一個翻身跳投球 沒有進 Color拿下防守籃板 Petty Mills 一個擋拆 擋拆之後面對這邊全走 哇完全被防死了 球給Kevin Durant 哇 Jobs Weissman 這邊鎖非常的緊 後來Tucker 拿下防守籃板 再給要是Mitchell 這邊是一個進攻犯規 哎呀 我覺得那球之後4C大減喔 儘管是在支架組場 Jobs Harden 給他藍下 Dem 直接被火鍋刺後 Hodent Tucker 虎頂位置 給他的是Mitchell 再給他藍下 Depenchenzo 這邊看起來是一個 4風線加一個中風的陣容 這邊在傳球的時候發生一個失誤 再給藍下 Jobs Harden 右手上籃球局 Hodent Tucker 再給他Depenchenzo 一個擋拆 速度跟得上嗎 藍下直接上籃好球 Kominga 這邊對位Durant 哇 藍下這邊應該是直接出的空檔啦 明顯虎頂位置 下一個擋拆 藍下速度這邊我覺得應該可以直接上了 為什麼他還要選擇傳球呢 我覺得他應該直接上就2分7都得手啦 這邊再給Tucker 沒有跑錯空檔 Jobs Harden 一個擋拆 藍下之後上籃球局 哎呀 這球有點緊啊 一個擋拆 再給他Durant 面對Kominga 電波往後的中距離跳投 球沒進 Hodent Tucker 直接推波快攻 再給他Kominga 再給他Mitchell 面對Kevin Durant 直接選擇出手啊 哇 被他長長的臂展給直接封阻了 就來Harris 再一個中距離 這邊這個防守轉開攻算是打得非常出色 Mitchell 擋拆 拉回 中距離跳投 球沒進 電眼拿下了這個防守籃板 剩下最後的45秒左右 Mitchell 擋拆 再給他Durant 背身 再一個墊覆中距離 跳球進 哇 我認為這一球可能會殺死比賽啊 這對6碼隊來說他們已經蠻久沒有得分了 6碼 再給外線 再回Gaminga 再回Kominga 他們就球出手 沒進 Kominga三分球整體來說還沒有斷練到可以在外線穩定的出手啊 好啦 最後比數啊 是96比88 我個人認為非常可惜 原因是在於說 Kevin Durant最後那個翻身跳投啊 讓這整個比賽就變得沒有什麼懸念了 那這邊就藍王隊 再順利進行到下一輪的比賽 今天我們的Kai Robin受到神的感召啊 他又回去了 他又不知道去哪裡了 但我們也嘴不曉他你知道 他只是出手少了一點啊 但至少他的命中率的話是差不多4成多啊 我們其他人的命中率都非常非常低啊 特別是我的一個ban啊 他今天14頭3中難怪炸掉 哇 我們今天沒有一個人正常耶 對啊 今天整體命中率92頭32中 3成5命中率 這真的是沒辦法的事情啊 然後來看基督偶書隊能不能在今年啊 他最後年紀錄戰都沒進了喔 那慘啊 那真的慘啊 最後的話來看一下 總冠軍的話是我們的路阿建國人隊 殘連二連吧 這真的是那種意想不到的事情啊 好啦 今年我們還是來看一下我們的選右拳啊 至少能夠到前幾名吧 欸 好像還行 你不能選個RJ Duncan嗎 不行不行 我要換 我要換 什麼東西呢 哇 一個70瓶 我換81瓶 那我一定換爛啦好不好 這太誇張了 蛤 這樣換可以 我就想說他換到什麼東西 我看不懂 至少如果我們以這個重建的感覺來說的話 我們整體來說是賺的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我們至少換 James Wiseman跟Kwiminka這兩個人 至少都有成長起來啊 然後Kairobin這邊就 交易掉吧 換個年輕又便宜的 Galget Sander 這齊不美齋呢是不是 然後這樣我們二號位又有更多選擇 然後再加上一個華盛頓巫師隊的選右拳 這樣也很好啊 因為Galget Sander是可以打二號位的 我們正中確實缺一個先發起二號位啊 所以這個選擇是沒什麼大問題的 不過我們現在還是把Galget Sander打控局後衛啊 這樣子我們這個陣容上的話是 既年輕又有潛力 然後只要隨便一個人能夠超過85評分 我們都是賺到不行的那種 所以今天的影片的話 我大概就現在這個地方啊 我自己覺得 以重建之旅來講的話 我們做的絕對是成功的 我們集年輕 天賦 運動能力 爆發力 然後又有兩個非常強力的中鋒位 216公分 只是上面就還沒練起來 但是他內線的能力應該是 沒什麼大問題的啊 我覺得我們是可以相信他可以練起來的 我個人認為我們這次六碼隊 重建算是重建的非常有前瞻性能 而且我相信在未來幾年啊 總冠軍一定會是我們的啊 好啦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啊 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 別人下方訂閱並且開啟訂閱 所以跟著我們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